1936年2月5日,毛泽东在青剑县原家沟,面对大雪过后的陕北高原,写下了一首契吞山河的词,沁原春雪。 北国风光,千里冰封,万里雪飘,往长城内外,围鱼茫茫,大河上下顿时滔滔, 山谷银蛇,圆池蜡象,欲与天宫势比高,虚擎日,看红庄宿果,分外妖娆,江山如此多交,引无数英雄镜折腰。 西秦皇汉武,略书文采,唐宗宋祖,稍训风骚,一带天骄,成吉思汗,知识湾宫舍大雕。 雕,巨王已,数风流人物,还看今朝。